大家好 我是林海洋 我们来谈一下 这个世界的太阳 星星月亮 会变成怎么样呢 真暗黑之日吗 无光时代会降临吗 警告来自未来的讯息 预言永夜降临 那全球部就会死了很多人 因为永夜的降临 很多东西没有办法种植 没有光合作用 还有很多问题会开始发生 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这世界会变成怎么样呢 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还记得400年前 2022的暗黑三日预言吗 好 今年我有讲到 暗黑三日的预言 就是斯特拉达姆斯 预言到2022年 全世界将遭遇 暗黑三日最黑暗的时光孔 降临人间 现在过了五个月了 六个月了 到现在还没有降临 那真的2022年会降临吗 导致三分之二人类呢 会被毁灭 这个预言呢 虽然目前有新冠肺炎 头斗 厄乌战争 东加海底火山爆发 还有很多的大洪灾 包括干旱 使了很多人 确确实实 但要三分之二人类消失 目前还达不到这个标准 接下来的预言 就得显得比较可信了 好 所以这个暗黑三日预言说 人类只会剩下呢 这个都会被毁灭 只剩下三分之一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2022年是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来自未来的预言 2025年呢 全球将会进入永业嘛 好 2025年是哪一年呢 就是太阴化季年 太阴化季年真的会变成永业吗 那只剩下呢 现在2022年只剩三年的时间呢 2022年又过了半年了 我们来看一下 一名自称2036年的未来人 这未来人到底是谁呢 我们不知道哦 好 贴出一系列的影片呢 他指出2036年的人口约剩下20亿 那和目前70几亿的人口相差甚远 那等于是说有50几亿人要死亡吗 这是他贴出来 好像太清爽了一点 不过呢 现在他们的预言呢 我是不太相信哦 我先讲一下 这是提供给大家参考 那目前呢 78亿人相差这么远 要死掉50几亿人 那是不是剩下呢 不到大概四分之一左右 80亿嘛 四分之一是20亿人嘛 只剩四分之一嘛 那将发生一场呢 恐怖大停电 全世界接下来 有长达五年的时间 进入黑暗潮 所有的网路电力都无法使用 一切哪联系都被切断 将引起世界大动荡 那就有可能呢 如果那一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所有的网路电力全部都被切断 你想人类怎么生活呢 那恐怕就真的会死亡 一大票的人 一大堆的人 好2025年呢 确实太阳黑指数量达7年来最大倍 那太阳活动呢 已经进入活药期 而且活药程度远高于天文学家的预测 另外的话呢 太阳黑指数量呢 不仅连续18个月超过预期 就一年半来 而且在三月底的时候呢 还达到预测值的两倍以上 就是今年2022年的三月 已经达到两倍以上的预测值 最近七年来的最大值 这种情况可能对电力 卫星通讯系统等设备 造成很大的影响 那这次太阳周期呢 将在2025年7月左右达到最高峰 太阳周期呢 平均约12年半 那在进入活药时期的 太阳黑指数量会增加 而且呢 散验与日冕物质抛射 之前我谈过这件事情 那等喷发大量带电粒子的强烈现象 现在呢 太阳的磁风暴越来越强烈 而且太阳呢 会让我们地球整个热道爆炸 爆死 很多人就在路上就这样挂掉 死掉 动物死一大片 所以这情况会是怎么样 那当然就是太阳的黑质 不断的产生变化 另外的话太阳的磁风暴 不断的扩大 那这个太阳磁风暴它是一个恒星喔 太阳旁边根本都是烈焰 没有办法靠近的 你最接近它的水星 一边照着太阳的时候 一边是怎么样 几千度的高温喔 另外一边呢 它因为是一半是黑的 所以这一边呢 是怎么样 已经被几千度高温烧过的那个皮啊 整个球的皮啊 一直斑斑的掉落 你想想看多可怕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到金星 金星也是一样喔 金星因为呢 在太阳磁风暴的肆虐之下 以及太阳黑子的肆虐之下 以及太阳闪焰 你想想看喔 有两颗星球挡住了地球 它们受苦受难 我们现在也正在面临受苦受难 为什么 看到没有 这两三年的这个烈焰当空 大家应该蛮有感觉吧 非常的热 热到爆 热到大家都快疯了 都快死了 好 喝水都没有用了 你知道吗 在马路上 而且太热的时候还不能喝水 喝水马上就暴毙 这是医生说的 来我们继续看 好 2003年呢 太阳闪焰呢 曾导致日本卫星司令 去年也有喔 去年有一个 就是马斯克 他在外太空 有14个 那个就是像卫星 整个卫星 掉了10个 嗯 然后呢 日本呢 在2003年就发生 1989年呢 太阳闪焰呢 就呈在加拿大 釀腾大停电 影响达600万人 那2003年呢 也让日本航太机构的人工 卫星部分呢 功能失灵 那天文学家呢 近来纷纷示警 30后太阳表面发生巨大爆炸的频率 会更大更多 然后呢 到时候太阳释放出的带云粒子 很可怕 带电粒子 带电粒子就闪电嘛 现在不是我们每天下午都有闪电吗 到处都有闪电吗 而且莫名其妙就闪电了 好 当他们呢 飞抵地球时 其实就会干扰地球的磁场 我相信一定会的 因为地球整个磁场都乱了 地球中走线也乱了 地球的磁场也乱了 整个磁场完全变化了 到底地底下有多少火山呢 海底下有多少火山呢 加上地球本身 它有火在地下面 火山为什么会爆发 它代表的是什么呢 火山的元素是什么 那太阳它的闪电 加上它的磁风暴 会整个夹击着人类的生活 看到了没 那接下来 2012年呢 曾差点扎中地球的太阳闪电 那2012年呢 玛雅人世界末日最盛传的时间 就是当时太阳上面出现了严重的变故 所以呢 自然的联想到了玛雅人的末日预言 那次太阳的异常活动呢 也很可能是人类呢 有太阳这个观测记录以来呢 最为严重的一次 如果这场强烈的太阳风暴爆发 那将是世界末日级别的 好我先讲一下太阳 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 人类的命运掌控在这个宇宙之间的 这九大行星的变化之中 我们的天气作变呢 地水火风完全跟这个磁场都有关系的 所以呢 人坐着 人站着 他不会飞到天空去 是因为地心有吸引力有磁场 那这个磁场一旦产生很大的变化的时候呢 你想想看 所有的星座专家告诉你九大行星的变化 啊这个星冲击那个星 好马上到来了 这两天 木星跟太阳又是脚冲流 好那木星我们都知道是最大的 距离太阳最大的一颗行星就是木星 这九大行星里面 木星是最大的 我们以后来谈一谈 这个木星为什么称作太岁星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整个星球的变化呢 跟人类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我们可以看到呢 我们残害了地球 不断的排放 排放那个碳排放量 然后呢 现在接着下来呢 整个气候的作变 看起来呢 现在呢 这两天呢 6月26号到28号 包括今天 美国跟 在德国的G7的会议里面 也谈到了未来变化的碳排量 怎么样控制在1.5左右呢 如果你到了2 到了2.5 我告诉各位 2.5已经多少人也会毁灭了 你知道吗 还有如果到3的时候 剩下的人只剩一点点 幸免于难的 那又要在什么 那可能 在比较寒冷的地区吗 你觉得会在什么 南北极吗 不 不一定的 丛林都烧光了 你想想看 如果它升温1度 1.5升到2.5度 人也没有办法生存 蛮惊悚的吧 来我们继续 好 被太阳风暴击中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关于2012年的太阳风暴呢 NASA为什么会这么害怕呢 好 如果是一般的大太阳风暴呢 由于地球大气层和地球磁场呢 双重保护 对人类几乎影响不是很大 但如果2012年发生的 这场世界末日级别的太阳风暴 袭击了地球 那2012年已经过去了 我们就不考虑了 好不好 因为现在是2022年 那是10年前 只能有人呢 就是预言说2012年是世界末日 那我们就不再谈这件事情 又已经过太久 10年前的事情 现在是几年 2022年 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 为什么那件事情 没有发生呢 世界末日 好 玛雅预言几乎都中 为何末日预言没有中 就在这边了 第一个呢 预言是现代社会出现的飞机 汽车等工业工具 那第二个呢 他预言了 希特勒的出生跟死亡的日期 第三个预言呢 世界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 第四个预言呢 他们自己的文明会在什么时候灭亡 你知道呢 玛雅文化非常厉害 以前称作玛雅帝国 消失在西元800年 我真想研究他为什么整个 整个就突然间消失呢 看过他的金字塔吧 玛雅在哪个地方 玛雅在墨西哥的东南部 在萨尔瓦多的西部 在瓜地马拉的边界 也在宏都拉斯的边界 宏都拉斯最近呢 破产了 破产了 我今天的节目上一集 你们看一下吧 影片 可以搜寻到我的节目 这些天文地理 以及呢 世界的动荡 都有关系 我要告诉各位 所以呢 第五个就是2012年的世界末日 他没有兑现了 他前面四个预言全部兑现了 当他2012年没有兑现 还好阿弥陀佛 好 不禁让人想起 是不是有什么力量 在保护这地球呢 人类不该灭亡 那一年 只能这样说吧 好 玛雅的最终预言 是新时代的开始 玛雅人创造了自己 独特的这个历法 你知道他们的历法很厉害哦 看过玛雅的金字塔吗 一层91层 刚好四等边 就是这样上去 然后这样上去 中间一个平台 刚好四等边 大家应该 我讲解过很多次 他这个四等边呢 等于是说 四面 来 我们拿这个来谈好了 这个四面呢 就1234 四个面 四个面上面 它是一个平的 每一个阶梯都是91个阶梯 都是91个阶梯 这样大家看懂了哦 四个面都91个阶梯 91乘4是多少 91乘4 1149 364 上面一个平的 刚好加1 365 这个就是玛雅力法 厉害的地方 它在西元800年就消失了 那它制定的这个力法 是365天 它怎么样制定的呢 它脑袋瓜跟一般人不一样 对不对 现在多少年 我们现在是2022年 消失了一千多年 800年吧 现在是2022 那800年的时候就 2022减800 1222年前 1200多年前 它就消失了 那它这么厉害 来我们接下来来看 它创造了自己的 独特的力法 玛雅力法 把一年 他们自己定为260天 但我们的力法是一年365天 但是它的金字塔 在玛雅神殿旁边的那个金字塔 一个阶梯是91个阶梯 所以呢 我刚才算给大家听了 364加平台一个 走上去 刚好是一个平台 可以望着天365 我们一年的生活就是365 又四分之一天 我们真正的力法是365 又四分之一天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它用260天算他们的力法 那所以呢 他们认为呢 世界末日是根据这个立法来推算的 少了一百天嘛 那少了一百天 我们来算一下 这十年 每一年少了一百天 那是一千天 一千天以后是什么 一年一百天 那十年呢就一千天嘛 差别跟我们差 还不止 我们365它是260 差105天 所以呢 它在这个立法的计算上面呢 用260天来算 跟365天的立法 其实呢 这为什么不会准确的原因在这边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呢 所以2012年并不是世界末日 或许我们计算错的时间 他们相信世间有轮回 世界末日的到来是新时代的开始 好 玛雅文明记载地球上已经出现过4次文明 第一次文明是根达雅文明 大约出现在3亿年前 那这个无从可考 3亿年前没有文字的记载 只有呢 可能石雕上面的 石头上面 或者石板上面 木板上面的一些雕刻 没有文字的记载 那第二次文明呢 是美索不达米雅的文明 那有很多科学家认为他是某一个文明的继承者 那第三次文明是穆尼亚文明 他们发现了其他文明遗留的知识形成的新文明 好 第四次文明是亚特兰迪斯的文明 这个大家比较知道了 这个具现在一万两千年 那大家知道 因为恐龙灭绝 超过一万两千年 所以呢 亚特兰迪斯的文明呢 在有一些文化的记载 所以呢 人类呢 对这个一万两千年前的事情呢 可能比较熟悉一点 好那接下来文明不断轮回 要毁灭跟重生 有人认为呢 地球文明和他们所记载的四次文明呢 一样是一个轮回 我相信这些都是轮回的 每个文明的毁灭或重生都是轮回 就像人类会死亡 人类死亡 动物会死亡 树木会死亡 树木可能是三千年的神木 四千年的神木 很厉害喔 神木比人更厉害喔 所以呢 人类只有100多岁喔 现在最高的记录是 接近200岁的人类 好那玛雅人一直认为呢 世间的万物都有起点跟终点 相信轮回之说 到2002年呢 这意味着这个前时代的结束 然后重新从零开始一个新的轮回 好我想呢 在最近这十年当中 大家感受很深的事情 就是整个呢 世界在翻转不同的文化 尤其在这三年当中 从2019 2020 2021到现在为止 整个世界文化完全不同 我相信呢 大家有看过很多世界文化遗产 那世界文化遗产 不断的在更迭变更当中呢 到底人类怎么样的生活呢 我们来看一下 真正的轮回开始 是2012年后的12年 好 根据地运时间划分 2004到2023年 是八白更运的阶段 就要结束了 明年就结束这个八白更运了 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呢 土地在变化 山坡在变化 所有的海域也在变化 河川在改道 很多跟人类有关的生活的防射 都被洪水大地震火山 甚至战争给毁灭了 看到了没有 这就是最近呢 这几年来所发生的事情 好 那也就是呢 更运的阶段呢 这个阶段也快要结束了 很快在2024年 就是久之离火运的开始了 那届时呢 将有持续20年的离火运 那整体大事呢 都会围绕在挂象的现象发展 围绕五行火来推演 所以看到了现在人呢 个性都很急躁 然后呢 任何事情都是很快速 飞机要快 高铁要快 火车要快 汽车要快 什么都要快 上外太空也快 什么都用火 好 火的炼油厂 火速开发的一大堆的科 新科技 包括 从3G 4G 5G 6G到7G 全部 然后呢 我们的网络的速度快不快 快 接着下来会是什么样 模拟人类的生活 不 人类会被复制 肯定会被复制 那这个肯定复制以后呢 会变成两个林海洋 会变成两个阿运小编 可能三个五个 总统也可能被复制 那你想想这世界会变成怎么样呢 一个在外太空 一个在地球 一个在美国 一个在加拿大 会不会是这个样子呢 好 你们不要觉得好笑 这真的有可能 好 我们可以看到呢 现在呢 整个的外墙 我们看到呢 LED的外墙 有没有看到 还有呢 每一次呢 在年 这个年 跨年的时候呢 甚至还有很多的 这科技大厂 他们设计出来的东西 真的非常令人惊悚 对不对 有一个小小的人 可以在爬上楼梯 又爬上吊桥 一栋大楼跟一栋大楼之间的 挂来挂去 然后又可以爬到顶端 然后又把这个月球 好像要摘下来的感觉 这是科技啊 这完全都是人类的科技发展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如果火运的话呢 九指火运 离火运 将会出现什么变动呢 好 那有关九火离火运呢 将会出现什么样的转变呢 目前已经有很多 正在转变的现象 而且已经开始呢 历历在目的在转变 像是呢 虚拟业高速发展 货币也虚拟 人也虚拟 什么都在虚拟 看到了没有 好 那自媒体 短视频 电商 网路购物 接着下来 看到那些支付宝没有 刷屏 一刷 人脸刷 你就可以付款 就可以收款 然后呢 会变成怎么样 现在呢 在很多的国家 开始有做人脸辨识 指纹辨识是已经普及化了 那人脸的辨识会是怎么样 好 那万一今天你受伤了 脸变形了 你能回得了家吗 肯定回不了家 你的手受伤了 你没有指纹了 你怎么回得了家 回不了家 对不对 我相信未来还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所以呢 地球温度将急速升温 下次再来细说 九指火运呢 将会有什么样的崛起 会有什么样的消失 我相信呢 你们都已经非常清楚了 这个九指火运到来之前呢 好 2023年就开始了 2023年呢 刚好是太阳持风暴最烈焰的时候 刚好是太阳化季年 所以呢 在假成年的到来之前呢 希望大家好好的省事一番 这个世界到底会让人类怎么样活着 或是怎么样死亡 我们今天呢 跟大家谈到这里 还有下 有待下回分解 希望大家不要 离开我的视频 赶快呢 邀请你的亲朋 还有加入我的视频 你会了解很多 其其特特 可能你电视上 永远看不到的东西 你要搜寻这些资料 也很难搜寻得到 希望大家呢 不要忘记了 帮我按赞分享 开启订阅按下小铃铛 谢谢你们哦 拜 请您看 我按赞分享 注意 我们还是要不要 我按照 我的音乐 说明 我按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